不要让我还钱 我这个女人很败机 是因为钱对她分开的 说我应该呢 去找一个有钱人去被保养 没有 今天呢 是我跟娃娃旅行的最后一晚 这个呢 是我从天津带来的 跟娃娃一起来尝一尝 聊聊天 聊聊八卦 聊男人 正好我也是 很少有这样的机会 跟你们不然来这样聊聊天 所以今天我们决定 就是边喝酒 然后也没见得八卦 是不是很甜 有种喝那种极脂糖浆的感觉 不可能 你尝尝这有这不一样 你又还红吗 太粗了 我真是我的 你对我的第一印象是 怎么 你还没见到我的 这是一个 没事 是这种 没关可爱 怎么都可以装 就包括 她和我朋友现在 有很可爱的相片 现在就是 还是 现在还是软萌的相片 就是跟我想的不一样 就很直的那种 特别直 我以为看视频 它是那种 就很会撒娇 很点的那种 结果现在发现 就是直男你知道吗 就直男 特别直那种 方议的那种直男 特别直 撒娇什么就不用说了 你弄什么 不要啊 她都说不出口 你能吗 就我可能这个人比较慢热 从喝点喝开了 能就好了 我最开始 看到视频的时候 我觉得它是一个 比较高冷的 啊 最开始 最最开始的时候 嗯 那个时候 我觉得 那个时候 我可能也不懂你讲话吧 刚开始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感觉是挺害羞的 而且还会很 就是照顾别人的那种 你干嘛 这个真实流浓吧 不好意思的 这个环节不是这样的吗 直男害羞 然后就是我们 昨天晚上是聊了很晚 聊了很多 就是我们想到 她会跟我聊这么多的东西 就是会让人有那种 以外抱负人的感觉 就是想 就是想 哎 大家肯定看她的动态 也知道 就我来之前 我也看到她那个动态 就是她被垃圾堆里 找男友 渣男 就让人很不放心的那种 就在没有跟妈妈聊之前 我还没有一个对自己的认知 就是妈妈虽然 没有什么恋爱经历 但是 没有男人 还是比我厉害的 就是语言的沟通上 我跟女生 也是那么骚话连篇的讲 就是把女生 当男朋友一样聊的那种 可能在沟通上 稍微有点学问吧 那就是 就是你们平常 从视频里面看她什么样 她就真的是那么 就也不是什么 不是很沟通吧 就是特别烦热 然后就是不太会表达的 不太会表达的那种类型 然后我又是那种 特别会表达的类型 所以有时候 表情一看 就懂她什么意思 这里能知道吗 你很迷想 都写在你的脸上了 就是我动态的一个事情吧 非常的莫名其妙 我觉得 真的是知人知面不知心 这个人的人品问题啊 是你女朋友的时候呢 是一个状态了 当她跟你没有关系的时候呢 就是完全变了一个人 因为她多久跟她恋爱了 做人心虚了几种表情 不到一周吧 她一直在催你 然后她呢 感觉她很可怜 没有人 跟她排给她的 她的寂寞 然后她又是一个人 就是非常的让人磨碍分烂的感觉 也想谈恋爱 所以呢 就答应她了 对这个人怎么样啊 其实是不了解的 基本上都是我去找她的 我找她的有四次吧 因为她是异地嘛 她找了我一次 我找了四次 她就觉得我这个人 一点也不会哄着呢 也不会撒娇 所以呢 就吵架嘛 她又提了分手 因为我对这个人 就是本来是抱有很高的期待的 但她一直让我都很 都挺失望的 直到最后呢 她跟我说 说要让我还钱 是她给我转的账啊 什么让我还给她 然后当时我就是 心里就死了 然后我说那咱们就算吧 就算清楚 最后呢 就是她不说话了 因为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我花的钱比她要多一点 她又觉得自己花很多钱 但是其实并没有 只不过就是我不说而已 我付出的那时 我没有奖进来 我走了之后 她说我 我这个女人很败金 是因为钱跟她分开的 就是因为她没钱 所以呢 我才跟她吵架的 说我应该呢 去找一个有钱的去被保养 她还这么说 就是我是 印象是这样的吗 就是我感觉 自己的感情付出的时间 也虽然不长吧 但是也算是真心的吧 然后给人是这样的印象 让我很绝望 刚分的时候呢 她一直说 你哪哪不好啊 什么的 就说看错我了呀 什么 觉得对我很失望啊 一直在说 一直在说 我就说我最少能对得起这段感情 我觉得我没有对不起你 也没有亏欠你什么东西 然后呢 就这样结束了 她还总打电话给我 然后我就拒绝拒接 因为我觉得既然分开了 而且还是这样分开了 就没有什么不要再沟通了 就是各自安好吧 然后那天呢 我是要跟娃娃出来 出来玩的前一天 然后当时 因为转天我还要发视频 我还焦急的剪视频 当时就很忙 然后她晚上很闲 打电话给我 就是还在说我的问题 她说我为什么不会哄人 我就不想理 她就给拉黑了 因为之前 我用她的电脑里面 登了自己的B站账号 然后呢 有投稿 所以她知道我的密码 然后她也有用这个账号 看大会员的视频啊 什么的 她居然 把我2020年 所有的视频都给我删掉了 说实话 如果真的要是 恢复不了的话 我肯定 我重金仇人 打他 重金仇人去打他 这次好像就是 第一件事 她想抱你 她忘记她爸是 就撒起来 我爸是警察 这件事情 就跟我爸聊一聊 当时我太生气了 然后呢 我又不想跟她 在家里面这样对骂 我又出去 我出去家门 跑过去了 跟她打电话 跟她说 你平常的删我的视频 骂她 我很凶 巨凶 是个巨大的骂她 周围就有人在看我 但是我也不管 我就骂她 疯狂的叔叔骂她 然后拉黑 她说是因为 我没有回她短信 所以呢 不能怪她 就是不能怪她删视频 是怪我没有看到 她短信威胁我 当时就上头 我就是气死了 然后呢 我又去溜达了一圈 然后缓进了 她自己的心情 然后回家了 如果你们想听 这件事的详细过程的话 我可以专门出一期视频来骂她 想要听这个视频的call 1 让我看到你们的好吗 今年没有这么生气过 让我 你又反思一下自己 为什么会碰到这个渣男了 不要太快的进入恋情 不要太主动付出 一定一定一定 不要把任何社交账号和密码 放给别人 这个是最重要的 不能太相信别人 我觉得她有点太融陷爱了 容易陷入爱情 我一直不觉得自己是一个恋爱呢 但是最近有了新的认知 对自己 而且我一直以为她很厉害 她也以为她自己很厉害 她也以为她来之前 她也觉得她自己能教我呢 我也是这么以为 我想人家谈了那么多个男朋友 应该是有点东西吧 现在看 白起两个打在脑壳上 我都现在都不知道她之前的男朋友是怎么 就是 都是怎么开始的 就她真的太不会聊天了 不管是 男性还是女性 怎么说呢 我感觉自己找男朋友的话 底线比较低 就是需要有一个男朋友来给我一种 威蜀感 然后这样的话呢 就是我肯定会心里面踏实一点 要不然就感觉我像一架飞机一直在飞 就是没有地方落地 就很不踏实 然后我就是有的时候就是疑人在家 然后又不跟朋友沟通啊什么的 就是很难受 感觉自己少点什么东西 被控制不住自己情绪 就开始很想哭 就是发泄情 所以就找男朋友的时候 可能的时候太着急 就可以把自己底线放很低 从垃圾堆里面捡男朋友 大家千万不要像我这样 一定不要着急 谈恋爱这件事情 不是着急的问题 自己的这个性格吧 就是家庭原因是无关系 就是成长的环境是无关系 因为我爸妈是在我 父中的时候 两个人在一个屋子里面 就是分开住 然后他们两个人之间 从来不讲话 到了大学的时候 他们就离关了办了手续 这么多年 就是一直是很尴尬的这样 度过来的 然后我跟爸妈呢 感情是还可以 但是职制体上面的接触会很少 可能有的人跟爸妈会 经常会拥抱啊 或者是了我真爱或者是拉手啊什么的 但是我从来都不会跟我妈 也不会跟我爸这样 就是比较忙 父亲 他是当警察的 都没有怎么抱过我小时候 然后他呢也是很内向的人 也不知道该怎么跟我相处 很少跟我沟通 就是只会对我好 很像看到就是女儿跟父亲的关系很好 然后两个人可以什么都聊啊 然后就是可以嬉戏打闹啊那种感觉 那种氛围是从来没有体会到我的 我刚刚在三色的时候就 就很女的 我小时候就一直在颠沛流离中 就是我特别会看人眼色 他就到很微妙的情绪 所以我就会特别的乖 特别的听话 昨天我还跟你说 我爸这样就是过马路的时候 这样搭我一下 我就觉得天哪 就很不过手 很尴尬 很尴尬 就不知道该怎么办 然后有的时候去红维家里玩 就人家妇女关系很好 然后我就会想一件 我就觉得很疑惑 我就会 然后每次人家说爸爸怎么样 我就觉得好羡慕 我现在都看得很开 因为小时候哭很多 小孩肯定就起妈妈一点 然后一到上学 就要回爸爸那儿 我就会私心念味的哭 然后每天晚上抱着那个娃娃哭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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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哭 所以我就觉得可能有的时候 我过于乐观 就是因为我觉得没有什么事情 比小时候那种更难过的事情 然后感觉一个就是父母 对一个孩子性格形成 真的是影响是巨大的 话题突然沉重了起来 你朋友几个 用几个来算 比如说人家说 威蜜只有一个两个 其实我觉得是不准确的 比如说初中 我现在一直玩 就是玩的特别好的 就大概一共有四个女生 然后高中玩的好的 也有就是几个女生 大学以后有玩的好的 就是男生女生朋友 然后研究生现在 现在又有玩的好的 不可能说你到了一个新阶段 就把你自己的朋友完全抛弃掉了 所以我觉得朋友 其实不管是朋友 男朋友都是要维持的吧 娃娃老师再线上课 好玩的事情跟你的朋友们分享 一来二去 你们就自然就会一直保持这个连线 对吧 疫情的时候我也一个人在家 八十多天 每天就给各个朋友们表演 才艺展示节目 然后直直播跟粉丝们讲讲相声 就是上初中的时候吧 早恋吧 就是老恋 就是我在我那个学校里面 刚入学的时候 女生嘛会分成两拨人的 就是可能有个人喜欢你 有个人不喜欢你 和一般的男生 可能喜欢你啊 或者是别人知道了 怎么会有一些微妙的 微妙的心思在里面 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呢 就是我有一次去厕所 然后听到他们那里面 就是几个人带一堆嘛 在学我讲话 学我走路 就是学我的声音啊什么的 我从小处到班级 没什么人 因为我们都是会带你 大家一起玩的那种暖场王 所以我也不知道 我从小到大班级都蛮和心的 就是大家都是那种很快的那种 当时我记得还在贴吧里面 说要打架什么 当时网上冲号 在贴吧里面 隔壁班女生 要打一架 忘了什么 因为什么事情 就是要打一架 就是叫了我们班的女生 然后呢 嗯 他们班的女生 就是都快要走到一起了 然后呢 有人告老师了 然后呢 你就被请了家长 我都不知道 我被请家长了当时 他是到了我上大学以后才知道 很爱你 很爱你的 他跟我应该是一样的人坏 我感觉 所以他从来都不会服务我 然后当时正好我还在谈恋爱嘛 跟另外一个学校男生 不想在这个学校待的 然后就转学了呢 对 然后我就转学了 而且离家比较远 那个时候 就是转学了之后呢 我转成他的那个分校 也不是他的总校 就是还是不在一个校区里面 转学了之后 我就 变得乖 很乖 巨乖的那种 有姐妹跟我遇到同样的经历呢 就是可能在感情里面不是很自信 不太愿意表达自己 被伤害了之后 又从自己身上找问题 不要因为自己变优秀了是为了让别人能喜欢自己 重心放在自己的身上 就不会因为别人烦恼了 就是要想起陪着自己的人呢 只有爸妈还有身边的姐妹 还有自己 就是我们可以一起共同的成长 摆脱之前的一些问题 然后呢 成为更好的自己 就是不要再因为之前的事情在纠结呀 钻牛角尖呀 就没有必要 以后呢 就是为了自己 嗯 好 好 说着这样说的 但是你们就是一定要认真的对待 就是不要只听听而已 努力的去思考这个问题 然后呢 认真对自己 对自己也好 对 这个是最重要的 要不然就是一个死循环 到最后呢 还得回到原点 对 不要打嘴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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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打嘴炮啊 大家一起监督好吧 是是是是 监督一起成长 嗯 绝对 希望大家呢 能在这个视频里面通过我 有一些帮助吧 就是要自信 一定要自信 这个最关键 大晚上喝酒喝上头 自己很棒 因为这个事情 大家都很棒 好 我们要准备去洗洗睡觉了 我们希望下次见面的时候 啊 对吧 有点 有点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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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东西好吧 希望下次见面 太成熟了吧 好的 那我们就去洗澡了 嗯 大家再见 下个视频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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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